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们来做一个止咳洋葱水 食材准备很简单 只要一颗洋葱就可以了 洋葱具有止咳杀菌 预防感冒 还有增强免疫力的功能 做法也非常的简单 首先我们把洋葱切碎 的部分 我来说 说 是 是 是 1分钟 现在我们找来两个碗 一个大一点的碗 一个小一点的碗 我们主要是把这个小碗扣到这个大碗的里头 再把洋葱放到这个边 就这么放 现在我们可以放到锅里头蒸一下 锅里头是两杯 开锅以后我们蒸20分钟 再焖10分钟 因为这两天我也有点感冒咳嗽 又不想着吃药 所以就用这个食疗法 如果你也喜欢这个 你也可以平常用洋葱水喝 这个疗效是非常好 就用洋葱水喝 我们把洋葱取出来 这碗洋葱水呢 味道是甜甜的味道 没有西米亚的味道 应该大人小朋友都很喜欢 拿这个碗的时候要注意烫不烫 因为我刚才有一点烫手 不过还好 好了一碗洋葱水就蒸好了 它治疗感冒和咳嗽都非常的好 如果你厉害你可以一天喝两色 我可以一碗洋葱水就蒸好了